每次接受运送代表团去厂沙高酒屋探望 送礼和供给货物的时候 就经常在厂沙海军船上举行 为英雄烈士纪念仪式 代表团成员在神圣的气氛中 都无尽怀念和无限的惊扬 英雄烈士 同时对其新人表示尊重、同情和感激 烈士们已经为亲爱的祖国而献出青春和牺牲 纪文写明 在盛世之际 各位统治已经表示对党祖国和人民的武进忠诚 弘扬军队英雄军种的美好本质和传统 为祖国而牺牲出色的完成任务 每篇纪文都提及悲哀和英雄烈士的坚强 让战士们感激并再决心捍卫祖国 每次在这片海域出差 工作代表团都举行爱的活动 怀念烈士并教育在北的人 让他们了解前辈的牺牲 从此培养出具有理想 政治思想平稳 并想要贡献 落实好任务的人员 同时训练本事和决心 不管什么困难都要坚定 还为祖国海岛的主权 这是首次我三家纪念在南方大陆家 牺牲的烈士活动 觉得很感动 很怀念 他们为了保护祖国岛屿 领土完整而牺牲的 代表团成员 五近怀念和五线金阳 并希望他们安息 同时下决心 继续继承英雄的传统 坚强捍卫祖国岛屿完成和平案